通读水浒传 大多数人都会被武艺高强之辈吸引目光 例如几乎从无败迹的武松、鲁智深、林冲、关圣等 一部分人则对宋江无用等擅长统筹全局的人更感兴趣 还有人更喜欢将潘金莲、李诗诗等女性角色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如果我们细读小说就会发现 其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非常的出彩 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出场时间极短的小人物 不过他却改变了武松的命运 这个人是谁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位改变武松命运的小人物 运哥奇人 他不是别人 正是住五大郎桌间的运哥 运哥家境比较贫寒 是个常年沿街叫卖食鲜水果的小摊贩 严格来说摊算不上 只能说是贩 因为他没摊位 也不交税 更无成本 就是跨个篮子 沿街叫卖 当然 他主要卖离 从哪进的货 有没有卫生许可证 干不干净 都无从得知 因为书中没有交代 估计是从二手贩子手中拿的货 因为他卖的不多 一个篮子能装多少呢? 多了他也跨不动 也可以卖完了 再回家去拿 运哥十年十五六岁 还是个孩子 按现在说就是未成年人 其实运哥并不姓运 本姓乔 因在运州所生 所以叫运哥 虽然叫运哥 但就是个少年 估计 哥是北宋时期 对一类少年的统称 比如公子哥之类的叫法 别看运哥年纪不大 其实他十分老成 生安生存之道 社会法则 游戏规则 从这个角度说 四十多岁的武大 比他差远了 白吃了四五十年的赶返 他知道西门庆 是杨谷县有名的大官人 于是有卖不出去的东西 就会去找西门庆 西门庆是大官人 自然是不差那点钱的 想来平时经常 丢几个钱给运哥 同时也是运哥 卖水果的大主过 只是他卖的雪梨 西门庆不一定看得上 报复王婆 经过王婆撮合 西门庆潘金莲勾打陈坚 对于这件事 武大郎根本不知道 他本来也没机会知道 大家都害怕西门庆的权势 不愿意汤这锅浑水 没人敢告诉武大郎 如果武大郎一直蒙在鼓里 再过几个月 等武松一回来 西门庆当然害怕 他们俩自然也就断了 虽然大郎头上有点绿 但总归比丢了性命要强 武松也不用报仇 依旧安安心心在县衙门当独头 以后娶妻生子 生活美满 偏偏运哥跳了出来 把潘金莲出轨西门庆之事 告诉了武大郎 推倒了阳谷血案的第一块骨牌 有人会说 运哥替武大郎鸣不平 也无可非议 但是运哥初衷并非出于正义 同情武大郎 而是为自己泄私愤 原文说 且说本县有个小的 年方十五六岁 本身姓乔 因为在运州生养的 就取名叫做运哥 家中只有一个老爹 那小四生得乖绝 自来只靠 现前这许多酒店里 卖些实兴国品 时常得西门庆 激发他些盘产 七日 郑寻得一兰雪梨 提着来绕街询问西门庆 因为运哥以卖梨为业 西门庆平时经常买他的东西 让他赚了不少钱 所以他才去找西门庆做生意 由此知道了王婆 撮合了西门庆 跟潘金莲的奸情 两人每日在王婆家优惠 本来他也没把这当回事 丝毫没有同情五大郎 他继续去王婆的茶馆 找西门庆 此时西门庆正跟潘金莲私混 王婆自然不许运哥进去 原文说 运哥道 干娘 不要独吃自喝 也把些汁水 与我瞎一瞎 我有什么不理会的 运哥说 王婆 你不要吃毒食 也得叫我沾点西门大官人的油水 两人话不投机 发生了冲突 王婆狠狠打了运哥两耳光 还把他的血泥打翻了一地 运哥吃了大亏 对王婆怀恨在心 如果王婆态度谦和 与人为善 对运哥好言安慰 运哥也不会追究 以后的事就不会发生 运哥为了发泄心中愤恨 找到了武大郎 话里带话 说他老婆偷汉子 武大郎要他说个明白 运哥借机让武大郎请他喝酒 武大郎只得领他进了酒店 好酒好肉摆了一桌 运哥大吃一通后 把潘金莲通奸之事 告诉了武大郎 还主动谋话 指挥他去王婆家去捉奸 真是缺了大德 那西门庆身高力壮 运哥竟然鼓动武大郎 跟他去单挑 明摆着宋阳进虎口 果然捉奸不成 武大郎被打成了重伤 潘金莲担心武松回了报复 干脆毒害了武大郎 改变武松命运 那么为什么要说他改变了武松的命运呢 武松自从锦阳刚打虎之后 就成为了阳谷县的都头 他在前往东京出差之前 对武大郎千叮咛万嘱咐 让武大郎过安分的日子 有什么事情等自己回来再解决 但是运哥为了让王婆吃苦头 找到武大郎桌间 间接导致了武大郎的离世 得知哥哥逝世的消息之后 本来就非常有血腥的武松 尚且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保留了一定的离职 至于后来事态的发展 变出了运哥的预料 武大被毒害后 运哥也自责内疚过 不过西门庆有钱有势 运哥一个毛孩子 大官人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后来武松归来 找凶手证据 和九叔带着武松来找运哥 运哥趁机又讹了武松一笔钱 武松要运哥详细说说那天捉奸的事情 运哥未开口说正事 却先诉起苦来 我老爹六十岁了 没人赡养 我如今却要陪你们吃官司 武松听吧 从袖中摸出五两银子 递给运哥 说 运哥 你拿去 给你看老爹做盘缠 再来与我说话 运哥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五两银子 怎么着 也够盘缠三五个月了 陪他吃官司 也无妨 于是 运哥把钱和米 都给了老爹 跟着武松和九叔 来到一家酒楼 武松对运哥说 兄弟 适财那点钱 且做盘缠 适必后 我再给你十几两银子 做本钱 你可背戏 与我说 你怎的和我哥哥 去茶房里捉的间 运哥得了银子 这才答应 去衙门作证 而其他证人 和九叔 赵四郎 两二郎 都没要钱 可见运哥 自私贪财 事后 武松信守诺言 又给了运哥 他爹 十二三两银子 运哥对武松兄弟 毫无感情 处处算计钱财 武松求他作证 他前后 敲诈了近二十两银子 运哥的山峰点火 引发了武松一家 与西门大国人的 恩怨情仇 最终的结局是三败俱伤 没有赢家 武大郎被毒身亡 潘金莲和西门庆 被武松灭口 而武松也被冲军发配 好好的公务员当不成了 还背个罪犯的罪名 脸上被烙了印 留下一生都抹不掉的案底 后来的故事 就是武松加连三犯下命案 最终不得不阿龙山巨翼 再接着逼上梁山 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可以说 如果没有运哥的话 或许武大郎不会被毒害 武松自然也不会惹出人命 更不会有后来的遭遇 运哥的结局 运哥这个人物虽然小 却被作者塑造得非常出彩 那么他的结局到底如何呢 虽然《水浒传》的作者 施奈安老先生没有具体交代 但是《水浒后传》中 他却大放异彩 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在这部作品中 他到了李家道口开酒馆 并在机缘巧合之下 救下了刚刚从金兵处脱身 又中了蒙汉药的胡炎玉 徐胜 宋安平等人 这三个人 分别是双边胡炎卓的儿子 金枪手徐宁的儿子 以及宋江的侄子 之后 他又帮助众人救出了宋青 并在运程一役中立下了大功 当然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不可能继续开酒馆了 于是跟随这些好汉一起离开 并一直在胡炎玉仗下效力 后来 他跟随胡炎玉起 出海到了仙罗国 而胡炎玉 则救下了叛臣 贡涛留下的孤女 并将其许配给了运哥 所以说 水浒中所谓的一百零八将 那个英雄 这个好汉 其实都是失败者 最大的赢家 恰恰是名不见金传的运哥 武大没了 潘金莲没了 王婆没了 西门庆也没了 武松被冲军发配 运哥 则毫发无损 家财万贯 最后善终 由此 我们不难得知 水浒传中 那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在改变了武松的命运之后 并没有一直在 市井间左右逢源 蹉跎一生 反而立下了大功 并拥有了大好的前程 和幸福的家庭 结局比较圆满 不知道大家对运哥这个小人物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